笑懂儿子放话寻找芭比女孩 闺蜜裸带二十万只为整容成芭比娃娃 在她要我帮忙拍裸照的时候 我劝她 这种公子哥就是随口说说 抽支的死亡率很高 会危及生命 不要这么做 林朵听从我的话 放弃裸带 可后来 真有女生成了芭比娃娃 笑懂的儿子实现诺言 娶她进门 林朵顿时就疯了 她冲到实验室拿硫酸泼我 还一刀一刀划划我的脸 是你毁了我嫁入豪门的机会 你该死 再次醒来时 我重生了 这次 我尊重她所有选择 渺渺 你把手机举高一点 裸带的说 照片得全身入镜 耳边仿佛还能听见 皮肤被腐蚀发出的滋滋声 我感觉眼前模糊 揉了揉眼睛 视野才渐渐清晰起来 是在浴室 我举着手机 前面是我的好朋友林朵 她举着自己的身份证 全身赤裸的站在那里 看我半天没动作 还催促我 渺渺 你愣着干什么呀 快点拍呀 清晰可见 我才把手机递给她 林朵确认完照片之后 立马穿上衣服 好了 现在只要把照片发过去 钱立马就能打到我的银行卡上 我笑着说 朵朵 恭喜你了 等有了钱 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林朵洋洋洋得意的摇晃手机 那也要我长得漂亮才行 要是长得普通的 可带不了二十万 丑八怪去带 顶多也就万八千吧 她仔细打量了一下我 脸色微微一变 像是试探性的问 苗苗 你真的对李扬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她家里有钱 而且外表也能打气氛 这么有钱的富二代 你不想把握 我轻描淡写 确实没兴趣 你知道的 我家里也不比她差 林朵松了口气 眼里又是不干 又是嫉妒 也是 苗苗你自己家就有钱 不像我 出身普通家庭 要劈了命的往上爬 她手机突然响了 是裸袋的钱到账了 林朵兴奋的大叫 钱到了 我明天就去医院做手术 第一步先抽支 我没想到我会重生 大一考完试的最后一天 同班同学李扬提出 请全班同学吃饭 我没去 林朵去了 回来之后就兴奋的跟我说 要整容成巴比女孩 我追问原因才得知 是李扬说 以后的女朋友一定要够漂亮 如果能漂亮成巴比女孩那样 她就直接娶进门 她是我们校董的儿子 家里给学校捐了几栋楼 才给她换了一个入学资格 这样的李扬 对于出身普通的林朵而言 就是妥妥的钻石王老五 钱是为了能够凑够足够多的钱 去整容成巴比女孩 林朵决定裸带 她容貌中上 皮肤白皙 但是骨架偏大 是很有肉感的女孩 并不满足巴比女孩 先受但凹凸有致的要求 如果要成为巴比娃娃 首先就得减肥 但是她说那样太累 而且见效太慢 决定去抽芝 不过抽芝要不少钱 她没钱 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路子 要去裸带 当时我就劝她 抽芝的致死率很高 不少人术后感染去世 这种公子哥酒后说的话 也未必当真 没必要为了这样的人 搭上自己的命 她当时犹豫很久 还是放弃了 可是三个月后 李扬真的找到了巴比女孩 高调宣布 对方是她的女朋友 虽说没有娶进门 但是送了那女孩 一辆价值几十万的好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珠宝 林朵登时就疯了 我在实验室做实验 她冲进来拿硫酸泼我 我的眼睛被泼下 喉咙止不住发出痛苦的哀嚎 即便这样 她也没有放过我 拿起刀在我身上疯狂滑动 所过之处 皮肉巨烂 她声音尖锐地控诉着我 是你毁了我嫁入豪门的机会 如果当初不是你阻止我 我就能成为巴比女孩 那些豪车和珠宝都会是我的 闭上眼睛 只能看见她猙獰的脸 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这次我不会再尝试拯救脑残了 这样的人 治好了也是流口水的命 放暑假我在外面旅游 回到酒店的时候 接到她打来的视频电话 她抽支过的地方 蒙着白色的纱布 整个人看起来比没抽之前还要肿 我饶有兴趣地问 这个纱布多久才能拆掉 林朵说 大概明天就能拆掉了 但是还要穿素身衣固定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月吧 那挺好的 两个月之后 咱们正好就开学了 到时候你出现在李扬面前 肯定让她眼前一亮 我随意捧了几句 这时候的她喜欢听什么 非常简单易懂 林朵满脸骄傲 是当然的 我可是参照全球最美女星 确定的身体比例 抽之后的效果 绝对让你大吃一惊 我笑 我现在就已经大吃一惊了 林朵又说了几句 都是炫耀的话 开始展望嫁入豪门之后 要过怎样的生活 享受怎样的人生 我手机挂在那里 带着耳机在iPad上 看喜剧电影 不管她说什么 我都是微笑着点头 她说够了 才挂断电话 暑假两个月 我每天都在外面玩 去了风景秀丽的云南 去了抑郁风情的新疆 见了避水连天的海 看了曾栏叠杖的山 大自然的美妙 一点一点洗刷我前世的怨恨 开学时 又见到了林朵 当时我拖着行李箱过马路 一辆蓝色保时捷 从我面前迅速开过 要不是我动作快 新买的皮箱就要被蹭坏了 我骂了声 傻逼 那车停在学校大门口 车门打开 下来的是笑董的儿子李扬 他走到副驾拉开车门 一个戴着墨镜 穿着性感的女人走了下来 那一刻 他几乎吸引了周围所有同学的目光 无他 身材太好了 身上的肉多一分风鱼 少一分鲜瘦 完全就是黄金比例的身材 超短裙下 是一双笔质纤细的长腿 要不是熟悉的手链 我都没能认出来那是林朵 李扬不顾众人的目光 直接抱起林朵的腿 缠在自己腰上 然后把林朵压在车门上 来了个法师热吻 热吻的过程手 还不断在林朵的腿上游离 周围人咔咔拍照 也完全不影响他们两个 李扬亲够了之后才放手 等会儿我来接你吃中饭 东西收拾好了给我电话 他张狂地开着车走了 马路上的轰鸣声渐渐远去 林朵拿着行李箱 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我 笑着走过来 秒秒 一个暑假不见 想我了吗 我 没有 我在外面忙着当旅游特种兵 没工夫想你 你这是 已经拿下李扬了 林朵摘下墨镜 挂在衣服领口 低心引力 让他领口微微下场露出白皙的皮肤 他自在地享受着周围人的注视 你觉得以我现在的样子 对付一个李扬 难道还有难度吗 前几天我就能脱速身衣了 当天晚上 我发了个海边背景的朋友圈 只对李扬一个人可见 他立马就打电话约我 林朵越说越兴奋 你知道吗 他带我去了市中心顶楼的旋转餐厅 站在那里能俯瞰整个城市 一览无余 风景超级好看 我平静地点头 我知道 那里很出名 我也挺喜欢晚上去那里吃饭的 我知道 你是有钱人 出入这种地方 对你来说稀松平常 我这么兴奋地跟你说 你肯定在心里鄙视我吧 我意识到 林朵其实面对我的时候相当自卑 听起来像是自夸 但是我家确实条件还不错 我们家是开矿的 有一个金矿 不过我平时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些 只是出入坐的车 还有用的包包 朋友圈偶尔的照片 可能会暴露 我家境还不错 前世林朵偶尔也会说一些 苗苗 真羡慕你 家里有钱 什么都能给你 但远不及现在尖锐 他攀上了李扬 得到了不少东西 但面对我的时候 仍旧自卑 暑假虽然三五不时打电话 也没跟我说去找李扬了 刚刚还连问了几次 我到哪里 就是想让我当面看到 他拍上李扬之后的变化吧 我知道怎么说话 能让他更难受 是啊 有点鄙视你 反正就算我说我没想过 他也不会信 没想到你因为这个就能那么开心 如果那么喜欢那家餐厅 回头我请你也行 林朵对我那句话 气得半天说不出话 怒气冲冲的进了宿舍 东西一扔都不整理就走了 临走前还对我放狠话 秦苗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爬到你也够不着的地方 我们这栋楼都是二人寝 他走了宿舍就我一个人 我还更痛快 iPad放电影 直接声音外放 点了一堆烧烤 坐在宿舍里慢慢吃 有了李扬之后 林朵开始出现 迟到早退的现象 两个星期之后 直接开始旷课 晚上回宿舍的时间 也越来越晚 有时候甚至还不回来 我们这虽说是大学 但是每天晚上也会有查勤 面对查勤老师的询问 我都是如实回答 和李扬约会去了 一听是跟孝董儿子有关系 查勤老师也渐渐默认 有些意外李扬这么大方 砰 宿舍门突然被人用力撞开 是气冲冲的进来的林朵 我挑眉 你不是说你今天要跟李扬去约会吗 怎么回来了 林朵发了疯的摔东西 摔的都是不值钱的 牙刷 毛巾 杯子什么的 李扬送他的东西 一个也没动 见人见人见人 居然敢跟我抢男人 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就敢来勾搭李扬 他配吗 从林朵的发疯 我听出来 这李扬有了新的烈焰对象 那个女孩皮肤和腿不如林朵 但是有很傲人的上围 且脸不比林朵差多少 李扬今天跟他约会去了 我好心地安慰林朵 人都是有长处也有短处的嘛 像李扬这种公子哥 总是喜心厌旧的 要时刻给他一些新鲜感才行 呸 什么长处 不就是胸比我大一点 谁看不出来他那是假的 林朵脱口而出之后 脸色微愣 像是想到了什么 我笑而不语 不再说安慰他的话 林朵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突然拿起扫把去打扫卫生 全部弄完之后 才凑到我面前 他神色纠结 看上去难以启齿 我很有耐心 就看着电视等着他开口 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 他才说 苗苗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他从脸到耳朵都是通红的 仿佛像我低头 是一件非常难以承受的事情 我不能被李扬就这么甩掉 那个女人不过就是比我胸大 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再去做龙兄就好了 但是我手里现在没钱 能不能借我一点 看来拍上李扬这件事 比他的自尊还重要 我没钱 我双手一摊 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 都是有数的 这个你一直知道的 光看我朋友圈 你就知道 我暑假去了多少地方 零花钱早就花完了 我确实是故意说那种话 引诱他继续去整容 但是那也不代表 他借钱我就得掏啊 哪有害人还先自己掏钱的 不等他说话 我就先反问他 你上次贷款的钱呢 林朵没好气到 早就花完了 我是全身抽脂 用的又是最好的材料 那二十万块 也就看他够用而已 再说 我第一笔钱都还没还完 他们短时间不会再给我钱了 我说 那你卖几个包不就行了 林朵当时瞪大了眼睛 我用稀松平常的语气说 我还有我朋友平时缺钱了 都会卖几个包应急的 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买二手名贵包的人也挺多 有很正规的店 林朵刚刚还很难看的脸色 渐渐好转起来 对呀 我可以卖掉几个包包 反正只要我挽回了李扬 他还会送我更多的东西 他对我的态度又热气起来 秒秒 那你知不知道 有什么店能收二手包的 我给他推了一个微信 很快 林朵就凑够了手术资金 这次的项目是龙兄 没过多久 他成了能经常陪在李扬身边的那个人 靠着卖掉李扬送他的礼物 连裸袋的钱也很快还清 拿回了自己的照片 也许是这件事情 给了他什么灵感 他出入整容医院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自龙兄之后 又去割了双眼皮 开了眼角 把鼻子做得更加小巧又高挺 甚至还把下巴也做窄了 他变得越来越精致 真的像活的芭比娃娃 不过李扬的新鲜感 总是很难保持很久 一来一去的 林朵也有些烦了 我看他在宿舍里发几天脾气 突然一天又神色轻松 很是高兴 他对着我总是充满了倾诉欲 不用我问就什么都主动说了 李扬以后离不开我 我吃西瓜 这么有把握 他爱上你了 林朵鄙视的看着我 跟这种公子哥谈真爱 脑子进水了 我惊奇 这点想的还挺清楚的呀 我要的 是他离不开我 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想着我 我要做他身边独一无二的那个女人 然后让他娶我 这样我就能成为豪门夫人 拥有花不完的钱 我有些好奇 是什么给了你这种自信 毕竟前世没有发生这种事 连重生的我也想不到是什么 林朵上下扫视了我一眼 我要再去做个特殊项目 一个能让他对我愈先愈死的项目 什么项目还能跟下谷似的 让人愈先愈死 什么项目 林朵敲着二郎腿 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看着我 猜猜看 给你两次机会 我绞尽脑汁 再做一次龙兄 都说是特殊的特殊 龙兄这种项目 十个女人九个做过 特殊个屁 我又想了半天 最后看向林朵下半身 那就四处整形 这个总够特别了吧 林朵吃笑 看来千金大小节 在这方面也是个土包子嘛 以你评级的想象力 能想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被他嘲讽 我也并不生气 所以你的特殊项目是什么 林朵神秘一笑 对着我吐出星红的舌头 舌舌舌舌舌 一种比较小众的整形项目 是模仿大自然中的舌 去把舌头做成分叉的样子 我半天没缓过神来 我没想到 我不拦着林朵之后 他不仅在整容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还越走越黑 为了讨好李扬 他甚至开始 做这种小众项目了 林朵明显很满意 我呆愣的眼神 脸上满是得意 看你这样 我估计就算这么说你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也没什么时间 跟你详细解释 他看了一眼手机 我约了医生 现在就先走了 我看着他拎着包包急步而去 摇了摇头 我紧跟着也出门了 看着林朵现在越来越疯的样子 保不齐他以后还会对着我发疯 我打电话给我妈 让他给我安排了一个 既能保护我 也能教我如何保护自己的保镖 他今天会在校门口接我 然后去附近租的场地开始训练我 我左看右看 也没觉得每个人像保镖 等了一会儿 看见有个人主动朝我走过来 我抬头看他 长相能打个十分 身高一米八 穿着白衬衫 灰色胃裤 你是 我是夫人安排的保镖 我点点头 我妈挺能的 上哪找个这么帅的 我等了挺久 还以为来的保镖 会是穿黑色西装的 或者至少更正式一点的衣服 不像现在这青春男高的样子 她的声音听上去 似乎也有点郁闷 这是夫人的要求 我的妈 你真懂我呀 保镖叫沈错 白天我上课的时候 她会在教室外等着我 暗中保护我 晚上的时候 会在附近租的一个场馆训练我 这死家伙 完全没有一点让着我的意思 都是把我往死里练 我站起来 被打倒 站起来 被打倒 我每天上下课 都在想要如何反击她 最好能一拳 打到她那张帅脸上 一时之间都没想起来 林朵的事情 还是回宿舍的时候 碰见她才想起来 她坐在床上 脸上的表情 又喜又怒又恨 平时总是穿着性感的衣服 今天在宿舍 居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听见我开门 也是如惊弓之鸟一样 抖了一下 我皱着眉 你怎么了 林朵直勾勾地 盯着我看了很久 在我以为 不会回答的时候告诉我 昨天 李扬把我送给了别人 不知道盯着林朵 除了我也没有别的朋友了 她对我意外地坦诚相待 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很久 昨天她生日 在酒店举办了宴会 那样高档的酒店 那样大的排场 我从没见过 她请了很多朋友 来了很多人 所有人都在关注我的舌舌 后来喝了很多酒 醉了 晚上 很多人 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们都走了 只有床头还放着很多东西 钱 首饰 项链 甚至还有金条 昨天晚上 她被强奸了 而且是多人 我看着面前的林朵 说不上心里 有没有对她的可怜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要报警吗 她这次回答得异常快 报警 绝对不可以 我还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知道是在说服我 还是为了说服自己 其实也没什么 跟李扬睡也是睡 跟其他人睡也是睡 他们昨天留下的东西 加起来也值十来万块钱 我也不亏什么 从一开始 我想要的不就是钱吗 我要钱 我要嫁入豪门 我要成为人上人 如果报警了 这一切都毁了 那一刻 我确信 林朵已经彻底堕落了 她抬起头 看着我的眼睛 像蛇一样阴冷 渺渺 你觉得呢 我笑着怂怂肩 这是你的事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没有任何立场 劝你或者指导你呀 林朵恢复得相当快 第二天晚上 李扬来宿舍门口接她 她又打扮得漂亮的下去了 我看着她熟练的 和男人打情骂俏 几乎回忆不起来 和她初见的样子 只依稀记得 那时候的她干净清爽 虽然家住在小县城里 但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走了出来 考入顶尖学府 是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之后 迷失了自我 还是说她原本的本性就是这样 我沉思了三秒 然后开始吃东西追剧 不管她要选择做什么 都和我无关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林朵被李扬公开承认 是女朋友了 在这之前 她在人前介绍林朵的时候 从来都不是以女朋友的身份 不管被人看到亲几次 还是做了几次 都没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现在她公开了 我被沈错 打得半死在地上躺尸的时候 接到了林朵的电话 渺渺 给我的朋友圈点个赞吧 我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让她高兴的事情 专门来找我炫耀了 我点进去一看 居然是她跟李扬亲密的合照 李扬的父母和她 四个人的全家福 她带你回去见家长了 难道你们要结婚了 嗯 我似乎总是能在林朵开心的时候 说先让她不开心的话 她停了一下才回答我 哪有那么快 只是先见家长而已 说完就挂断电话 林朵变得越来越忙了 这个学期除了她 要回宿舍炫耀的时候 我几乎看不见她 无论是专业课 还是选修课 她都没来 教授问了两次 发现没有效果之后 就没再问过 只是在期末的时候 让她挂科 林朵知道后也不生气 还很鄙夷地说 不知变通的死老头 我可是笑懂儿子的女朋友 这么没眼色 还敢让我挂科 我不喜欢她对着 认真教学的教授这个态度 刺了她一句 就算是笑懂面对严教授 也是很尊敬的 更何况你还不是笑懂 一个笑懂的儿子的女朋友而已 林朵被我气笑了 不仅是女朋友 还是准备婚期 未婚期都不是一婚 准备婚期就更无所谓了 林朵 姓严的是个老死板 你也一样 她手机铃声响了 看了之后 立马就穿上外套下楼 我想起这个时候 应该还在楼下 守着我的沈错 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我手机收到沈错发来的视频 是在一个我都认不出来 是哪里的校园角落 第一句就是林朵尖锐的咆哮声 你没打算跟我结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你自己说的 只要能达到你八笔女孩的要求 你就会娶她 你现在离我要的那样子 也还差得远啊 胸还可以吧 腿也不错 但是腰太粗了 我腰围才六十 六十的腰接上一抓一大把 我玩过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李扬明显是对林朵没意思 随便找了个借口 但是林朵真的信了 那我只要腰更细了 你就娶我 李扬有些不耐烦 是是是 我今天是接你去参加聚会的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就换人 黑暗中 林朵眼里的阴霾也十分明显 我去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给沈戳发了个 一 表示已悦 前世被林朵捅死之前 李扬也只是公开了一个女朋友 并没有娶进门 也不知道我死了之后 他是不是真的把那个女生给娶了 林朵又去了整容医院 他这次要做项目是 去泪受邀 我看他真是疯了 听到沈戳跟我汇报的 我喝口奶茶 李扬不过就是一句口头承诺而已 他居然为了受邀 要弄掉自己两根肋骨 沈戳板着一张脸 透露出微微的不满 我是保镖 工作室负责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能不能不要再安排我 像个偷窥狂一样 去跟着他偷看他的行踪 我嚼了嚼吸上来的葡萄干 你不觉得我这个室友 目前这样偏执的精神状态 迟早会危害到我的人身安全吗 你打听他的行踪 就是在保护我呀 沈戳 给你加钱 林朵拆掉了两根肋骨 推过来一个女孩子 嘿你是秦苗吧 林朵是不是你室友啊 我看了他一眼 不是本班的 上大课的时候碰到过几次 没打过招呼 是的 我是他室友 他神神秘秘地推过来一个手机 你看 这个人是他吗 是一个直播间 房间名写的是某某大学最美女生 里面直播的正是林朵 他穿了一件露气上衣 下半身的裙子也就看看遮住屁股 他化着农妆 整个人像一朵盛开过后迷烂的话 我仔细听了一下 居然是林朵在叫大家 怎么样通过整容变美 他侃侃而谈 其实大家对整容这件事情 没有必要太害怕 容貌虽然是天生的 但是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手段来改变的 我原本出身普通 但是通过整容 一步一步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你们看 这是爱马仕新款的包包 这个是香奈儿新款的裙子 还有这个纯金的头饰 30克 换做是我以前 是根本用不上这些东西的 但是现在 我就是用上了 通过整容 我皱着眉 林朵这是想干什么 有弹幕问林朵 整过哪些项目 他卖了个关子 直播间的朋友们 刷刷礼物 礼物没满一万 我就公开一个 我整容过的部位 紧接着弹幕刷刷刷 是各种礼物特效 林朵也没撒谎 还真就一一说了 中间还得展示了自己的蛇蛇 在这个时候 直播间送礼物达到了一个高潮 我注意到 礼物排行榜前三名的名字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团体 都叫明日某某 第一名是明日早吧 第二名是明日下二 第三名是明日下午 这什么意思 旁边过来跟我搭话的女生 在好奇地问我 她真的做过这么多整容手术啊 我不太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是的 她又很小声地问 那她真的是靠这个 搭上了李扬吗 我这次很认真的打量着她 突然 我认出了她 前是那个被李扬公开的女朋友 第一也没认出来 是因为那时候的她 也做过不少整容项目 和现在的样子有些区别 如果论起先天条件的话 她比林朵要好不少 至少不用去抽脂和去肋骨 不过也许是林朵的速度太快 一早就搭上李扬 所以她也没再尝试去竞争 巴比女孩了吧 林朵早出晚归 我们接触少 我不太了解她的恋爱史 可能是被我看得不自在 她弄弄说了句好 然后没话找话的又说了一句 那个 其实是辅导员让我来找你的 她说如果你看见林朵 让林朵去找老师 嗯 我知道了 你怎么不问句为什么呀 我忍不住想 她这性格看着呆呆蠢蠢的 为什么前世会那么大胆 你知道为什么 女生有些兴奋 辅导员的意思 似乎是林朵这个直播风气不好 宣扬的思想不好 对学校影响很大 要开除她 开除我 凭什么 学校里哪条规定 禁止学生直播的 我躲在办公室外面 周围还有不少和我一样 在偷听的学生 林朵的声音充满愤怒 但是辅导员的回答 十分平静 学校确实没有禁止 学生直播 所以我们开除你的理由 也并不是因为 你在校外直播 你应该清楚 自己这个学期上过几次课吧 迟到58次 早退112次 旷课73次 而且多次 在没有和导员请假的情况下 夜不归宿 是学校的校归于不顾 一个没有求学之心的人 我想去哪里都可以 没有留在学校的必要 林朵意识自穷 没能答得上话 非开放时间 学校是禁止社会人士参观的 林女士收拾好东西之后 还请尽快离校 开除通知已经进行公事了 林朵气冲冲的走了 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 听沈辍说 她出了学校就去找李扬 应该是想让李扬解除 她被开除的通知 不过我看公事 一直没有撤掉她的开除通知 就知道结果了 我越来越少关注林朵的事情 她被开除之后 我也没有再继续留在宿舍 毕竟原本留下来 也只是想看看她的好戏 我在学校附近另外租了房子 然后给沈辍加了一份薪水 让她再兼职我的厨师 负责我的一日三餐 偶尔刷小视频的时候 能够刷到林朵的直播间 她仍旧在努力宣传 她做过的整容项目 听说在她的宣传之下 有不少女孩子 也去做了一些整容项目 类似于大众化的龙兄 开眼角 像她那样敢做蛇蛇 肋骨去除树的还是没有 她在整容这条路上 也一直没有停止创新 后来又做什么精灵耳 还有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项目 我虽然不主动关注 但是有关于林朵的消息 多多少少还是会飘进我耳朵里 因为她虽然被开除了 李扬还在 她又换了个女朋友 林朵为此追到学校 和她大吵一架 你明明说了 只要我腰瘦了 你就会娶我的 李扬吊锒铛的笑 我怎么没印象啊 你确定是我说的吗 证据呢 再说我就是说过又怎么样 当时我是对你还挺满意的 但是我现在腻了 反悔了 怎么样 林朵咬着牙 大声的说 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 她以为这样 李扬就会答应娶她 可是李扬只是笑了笑 你跟直播间 那么多老大哥睡过 孩子也未必是我的吧 你想想孩子找谁 当爸爸都行 我不当 说完 李扬就搂着新女朋友走了 我看到林朵的眼神 满是阴质恶毒 和当初冲到实验室的时候 看我的眼神 一样的 我想 李扬的死期应该快到了 我刚从实验室出来 就听见沈辰跑过来 有林朵的最新八卦 很劲爆 要听吗 可以 说来听听 但是沈辰没开口 就那样用一点小细节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 加钱 现在就转你 点了收款之后 沈辰才把他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 看他这积极的样子 哪还有当初抵触的模样 他勾搭上了李扬的爸爸 那孩子虽然还没生 但是也做了个亲子鉴定 是李扬爸爸的 也就是说是李扬的弟弟 他的直播间因为涉嫌卖淫 被查封了 现在人不见了 警察在找他 我露出黑人问号脸 等一下 这个信息量是不是太大了 沈辰不太理解我指的什么 尝试进行说明 他其实早就被李扬当成公共资源了 舍舍有不少人感兴趣 每次去参加聚会 其实都是他去陪睡 还有那个直播间 就是李扬让他弄的 他引导人去的整容医院 是李扬家里开的 这段时间赚了不少钱 至于那个直播间里打赏的那些人 就是领朵的客人 直播间的名字 就是约定的时间段 我回忆起上次看见领朵的直播间 也就是说 撇开李扬 他那天就有三个客人 震惊过后 我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他人在哪里 你应该知道吧 沈辰难得笑了一下 有种冰山融化的感觉 他杀了李扬 因为是李扬举报了他的直播间 李扬自己主动把女人送出去 给人玩玩没什么 但是他接受不了 领朵背着他主动去勾搭人 而且还是他爹 还给他变出来个弟弟 独生子变大哥 他可接受不了 为了给领朵教训 他匿名举报了领朵的直播间 谁知道领朵找到他 直接把他捅了 我想了一下 领朵现在涉嫌卖淫 又杀了人 人生就这么走到头了 警察还没找到他 他会去哪 有什么在脑海中闪过 突然 我看见一个绕过人群 急匆匆朝我冲过来的女人 请秒 去死吧 身体的本能比意识更快 我直接捏住女人的手腕 然后一个过肩摔 刀被我一脚踢出去 随即吓到了几个路人 领朵 你真没让我失望 劝了你 你要杀我 不劝你 你也要杀我 你总觉得自己人生的困难 都是因为别人造成的 领朵看我的眼神像是脆了毒 难道你不该死吗 我知道 你是重生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不劝我 我被学校开除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你害的 我意识到领朵重生了 我余光瞥见下车跑过来的警察 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难道 这一切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尊重了你的每一个选择 你得到了你想要的 怎么还不开心呢 领朵 是你自己把自己送入地狱的 领朵怀的那个孩子 在杀害李扬的过程中 因为被推倒流产了 检察院同时以卖淫罪 杀人罪 还有其他多项罪名起诉他 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因为已经不是孕妇 连取宝后审的机会都没有 判决之后直接送了进去 他不会死 但是也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后来还特意看过他一次 他全身上下 到处是高科技 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 皮肤各处渐渐出现变形 腐坏的痕迹 见面的十分钟 我什么也没说 就静静地看着他发疯 用各种话来辱骂我 时间到的时候 我才开口说了一句 柄朵 你的人生已经完了 我的人生还很长 走出监狱的时候 我看着艳阳高照 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 顺带一提 裸带是违法的 所以我给举报了 他们被一锅端了 全文完感谢观看